走遍中华大地探寻历史古迹 大家好 我是人什么远 这一期咱们去看一看 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方国之一 那么到底是哪个国呢 咱们出发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三中城济南市钢城区 新庄镇赵家泉村 往前面走 就是赵家泉 导航显示道路也是比较窄 所以我就从这走过去 大约还有700米的距离 这里就跟个小瀑布似的 水流也是非常的大 不知道为啥 这里怎么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刚才那个大哥说 可以从这直接走过去 我看的估计是走不过去了 我穿的鞋也不是那种拖鞋 是运动鞋 好吧 我们开过去 开车冲过去 看能不能冲过去 别给我冲下去了就行 前面那个位置堵了非常多的车 那个地方在修路 我的天过不来 把车扔到很远的地方了 这里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牧国固城一指 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是省级的文宝碑 牧国固城一指 这里就是一个村名的标识 赵家泉村 这边还有一块碑啊 这个就是赵全村修路 捐赠纪念碑啊 咱们现在就漫步在牧国固城一指之上 在风俗通中啊 有记载 牧姓是属于一个子爵之国 它是上古有名的驻荣士的后代 然后啊 这人们就以国为姓 然后就称之为牧子国 在字典上 你查这个字 它作为姓氏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是叫牧 但是啊 我走访了非常多的老一辈的姓这个姓的 他们都说 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 都是牧 一直就没有叫过牧 你像这个牧师的明王 大部分就是山东 在现在的山东烟台的七霞 现在还有牧师庄园 也是中国三大庄园之一 这也算是个知识点吧 现在看到的啊 它是周代到汉代的古城遗址 牧国的古城啊 呈长方形 南北啊 长620米 宽的是520米 面积啊 就接近32平方米 城市内啊 采集有磨制石器 商周石器的陶片 汉代的陶片 还有木砖 唐代的瓦当等文物 其实莱武啊 历来就被称为迎木 这次啊 咱们看的是 牧国故城的遗址 下一次啊 咱们就去看 迎国故城的遗址 莱武宪制记载啊 牧子国故城 在县制东二十里 牧文曲中 春秋环宫的15年啊 牧人来朝 此起故都也 中国地名大词典 也有记载啊 牧周国明 子爵 汉高祖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206年 就设置了牧县 从这些历史资料分析啊 牧国 是我国历史上 最古老的方国之一 而立国时间啊 应在周朝以前 周初啊 续封为子国 即牧子国 周初受封时 其封地 应该在200里左右 牧子国的封地范围啊 从地理位置上分析啊 应该就是在 今天莱武的东部 南部 以及新泰式 宜元县啊 都各有一部分 这啊 就是牧子国 最初的封地范围 牧国啊 为什么就被封封到了 莱武呢 这里啊 就要追一追 它的历史了 在士本啊 《士兴篇》中 就记载 牧子国 祝荣之后 左段昭公17年 也有记载 正祝荣之虚也 也就是说 在新正那一带 是祝荣活动的范围 牧子国啊 就是从里边 分裂出来的这么一支 然后就迁移了 迁移到哪了呢 迁移到河南的中牧县 到现在啊 中牧县境内 还有一个山 叫做牧山 然后又为什么会来到了莱武呢 这个就要从殷州大战说起 当时啊 殷州大战的时候 牧人也参加了战斗 他的首领啊 就是江子牙手下的千户 所以啊 他们有功 周朝啊 虽然说名义上是统一了 但是东夷的主部落啊 还是在时不时的就起义反叛 为了加强对东夷各个部落的统治 就把牧人啊 安排到咱们现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啊 就分绝 就叫子绝 所以啊 这就开启了牧子国的一个历史 这也算是个小知识吧 咱们现在啊 就处在这个村子的正中间 这样咱就往前再走一走 咱们的正前方啊 有一个小红牌子 那个啊 就是赵家全饭店 村子的人啊 也是非常的多 就是往他这里边来不太好来 你得从那个水上冲过来 但是啊 一个大姨给我说 他说不下雨 没事 很干 一下雨吧 就这样 往前走了一小段啊 这里啊 还有一个篮球场啊 这设施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整个村庄非常的大 你要是一直往前走啊 能走很远 这样啊 咱就不使劲往前走了 咱们现在所在的 是牧国故城 牧国啊 在经历了西州四百多年的安定生活之后 到了春秋 不可避免的 成为了鲁国的附属国 牧国处于齐鲁两个大国之间啊 饱受的两国战火的苦难 由于齐鲁力量的悬殊 作为鲁国的附属国的牧国啊 以后实际是七国控制 这样来看啊 长巢之战时啊 鲁军还能把战场 放在牧国的长巢等地 与齐军交战 说明啊 此时牧国实际在鲁国的控制下 而到了爱陵之战 齐军已将牧国的爱意 作为了战场 说明啊 此时牧国实际以为齐国控制 刚才咱们看到的 是牧国故城遗址 这个牧国啊 经历了非常多次的冬天 中国古国考中啊 有记载 牧在金莱鲁境内 其牵制于福山 岁名东牧 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冬天 第一次啊 定居在了什么地方呢 定居在了安邱故城一带 因为在公元的556年啊 安邱并入了长安县 所以啊 那个地方就起了个名 叫牧乡城 大体意思啊 就是这个城 是牧城的故乡 到了水朝啊 就是596年 他那个地方就建了一个县 叫做牧山县 当然啊 现在牧山县的遗址啊 已经看不到了 被牧山水库啊 就全部的淹没了 迁到安邱之后啊 可能是因为他这个人数啊 越来越多 占用的疆域啊 也越来越大 齐人啊 因为有自己的战略计划 所以啊 又迫使牧人东迁 最后啊 就迁到了烟台的 福山区和牧平区 大体就是这么一个地带啊 那个地方 原来是莱子国的地方 莱子国啊 他因为难迁 所以说啊 顺利的牧人就进入了 那个地方就又变成了牧子国 也就是牧人啊 最后居住的地方 这个在通点均线点中 有记载 简短的几句话啊 登州里蓬莱县 春秋乃牧子国 就这么简单 当然啊 数次的冬天 也没能抵挡牧子国 灭国的这么一个 趋势啊 在陆史啊 国名记中有记载 牧子国 除灭之为附庸 并且啊 齐人也就进入了牧国 就把牧国的地方给占了 具体啊 当时还有没有牧人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这也算是个小知识吧 刚才啊 在村子里啊 碰见了这个开车的哥哥 然后 我这准备回去呢 又碰见他了 他说啊 我正好也看头条 所以啊 就关注了我一下 这样我就顺着这个小道 就走走走 就开始往车上走了 因为距离车啊 也是比较远 好了 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方国 牧国遗址 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哥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